SCP-743 A Chocolate Fountain 一台巧克力喷泉 桑姆等級 Keter 丟送措施 除了预定进行试验的第一几人员以外 任何其他人员不得进入SCP-743的送送区域 任何必须在SCP-743送送区域中进行的实验 都必须以机器人远端操控完成 SCP-743被送于一个等级4 尺寸为1.5公尺乘0.75公尺乘0.75公尺 并且厚度不小于5公分的物钢保险箱中 该保险箱必须被保存于等级4 尺寸为10公尺乘10公尺 且以强化硬质金属作为内称的房间之中 保险箱内部 阻让的感测器阵列必须被安装在SCP-743之上 同时另一个感测器阵列 必须实时监视SCP-743的保险箱 来观察是否有受用被破坏的迹象 影像、声音以及感测器传来的资料 必须被送到一个时需有着至少两名人员值班的控制室中 任何由SCP-743做出的异常或者有攻击性的行为 都必须向4级支援报告 一所常驻24名低级人员的房屋 分类为Housing Unit-743或称HU-743 必须被设立于SCP-743的中央区域附近 在每个月初 一些已经被登记即将处决的地检员将会加入这里 而免于处决 以使HU-743保持埋原状态 如果在某个时刻 HU-743之中坚禁的地检员少于8 至少16名地检员将会被马上送到这里 一旦收容被破坏 所有在HU-743之中的地检员将马上曝露于SCP-743之下 这在KITER级在收容协议之中是适用的 每两天 一名登记于HU-743之中的地检员 将与一些食物一起被锁在SCP-743的收容房间之中 在那个时候 SCP-743的保险箱将会被解锁并打开 证明地检员将捷径所能吃掉所有可以吃的食物 包括从SCP-743之中流出的议题 在任何情况下该地检员不能离开SCP-743的收容区域 SCP-743不能在没有HU-743的许可的情况下进行运输 除非是在紧急状况之下 当其被运输时 运输过程必须使用不少于8名的4级以上安保人员 和8名以上的HU-743中的地检员陪同 自20起 SCP-743被送于武装生物收容区02的Delta附属收容区之中 描述 SCP-743是一个不锈钢的巧克力喷泉 高112公分 宽47公分 并有着35公斤重 在其底部有一个Sephora公司的雷射师科标志 该公司十分擅长于制作巧克力喷泉 SCP-743通常是以其原始状态出现 完全捷径 闪闪发亮 完美无瑕 SCP-743可以被拆分层其组成构建 底座 螺旋机 气缸 层盆 以及顶罐 但对这些原件的检查没有发现它们有任何异常性质 在其被组装起来之后 SCP-743将会表现出一些不同的行为 1. 休眠 SCP-743没有表现出任何行为 2. 流动 SCP-743就像一个普通的巧克力喷泉一样开始运作 即 一股加热的棕色巧克力微液体 从其顶罐之中流出 流进它的每一层之中进入其底座 这种液体闻起来和尝起来都像是高品质的黑巧克力 而且事实上 这些液体的香味相当有人 但似乎没有强迫人使用的效果 那些享用了大量这些液体的实验者们 感受到显著的温暖和愉悦 化学分析显示 这种液体包含在一般黑巧克力之中的大部分成分 虽然在某些营养物质上有着更高的浓度 特别是糖分和氨基酸 这股液体并不会受到SCP-743底座中 是否有巧克力或者其他东西的影响 3. 进食 在一段半规则的间隔之后 当在SCP-743附近有可用的有机材料时 一股棕色而像蚂蚁一般的实体 将会从SCP-743的顶罐之中喷出 这些数以百万计的蚂蚁 将会遮盖住SCP-743附近的可用的动物 植物或是真菌材料 并用它们的钳子将这些材料切下小块来 之后它们会将碎块运入SCP-743的底座中 SCP-743看起来更偏好于享用人类 尤其是吃过SCP-743内一体的人类 但它也会使用活着动物 死去的人和动物 植物 真菌 甚至是某些已经加工过的动植物材料 例如皮革 棉布衣和纸张 这些蚂蚁一致曾经进行了 工礼的来回 将一具尸体一片一片地搬回SCP-743 4. 狩猎 如果可用的有机材料 不能轻易地在SCP-743旁边获得 数种不同的节制动物 将会从SCP-743的底座之中出现 许多实体都与现今已知的节制动物 特别是昆虫类或猪形钢相同 但也有一大部分表现出现在人未知的节制动物 或是其他动物形象 这些动物通常都与SCP-743之中流出的一体颜色相同 并通常因为特别的任务要求而特化 也被观察到的节制动物类型包括 小型有异昆虫 用于探测及观察 可以钻脱大部分材料的昆虫 包括钢铁和钛 尽管每一个个体都只能在死亡前钻穿极小的部分 但在SCP-743之中流出的无尽昆虫可以钻穿一切 较大且较有攻击力 类似于SCP-2031实体的昆虫 主要用于狩猎受害者 同样的 每一只个体能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现已知 SCP-743会创造数以十亿计的这种攻击性昆虫 足够造成 5.维护 SCP-743曾被观察到利用这些昆虫 来对其进行清洁和磨量工作 并且还有修复凹痕、化痕、洞以及裂痕 甚至是利用昆虫在其被拆散的情况下将其重新组装起来 SCP-743并不需要被开启才能产生流动 但是它自身可以控制开关的状态 虽然自SCP-743中产生的昆虫 比它们正常的对应物都来得强壮 但是它们并没有更为坚韧 用靴子重重地踏在它们上面 能有效地杀死它们 在这之后 它们将重新变回SCP-743之中的液体 或是泡沫并迅速蒸发 只留向它们那迷人的香味 但许SCP-743之中的虫子从来不会单独行动 现在人不清楚SCP-743之中产生的昆虫 是如何互相交流的 或者说它们是否有独立的意识 又或者它们是集体性质的一部分 现在亦不知小谁或者什么在操纵这些昆虫 如果有的话 并且 那些被放入SCP-743底座之中的游寄材料去了哪里 还有SCP-743是怎样创造出这些 似乎看起来永无止境的液体与昆虫 或是这些液体来自于何方 这些问题原来不能得到解答 SCP-743看起来并不是无法损坏的 但是SCP-743对于伤害行为 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戒性 并且会利用这些昆虫军团 来构筑一道活跃的防御系统 理论上利用 是可以摧毁SCP-743的 但是由于在SCP-743之上表现出来的维度外属性 再加上它固有的高度伤害抗性 在欧武授权前不会有任何SCP-743摧毁实验进行 笔记 因为SCP-743的特性 研究它能力来源是十分困难的 没有人能在不冒着被它失掉的风险之下接近它 我们的仪器在被SCP-743的虫群尊寸之前 根本支撑不了一分钟 从而SCP-743居中的探针 除了一片棕色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并且这些议题争霸如此之快 以至于我们大部分对其进行的研究结论 都是来自于对其期待的分析 如果我们有什么去确信的 那就是SCP-743极度危险 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观察到SCP-743喷住虫群的极限 我坚定的确信如果SCP-743想要突破羞荣是轻而易举的 尽管这么说 如果有冤冤不冤的活人攻其使用 SCP-743只会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巧克力喷泉 因此我建议用未养SCP-743的方法来处决一些低级人员 这样做一鱼尔鸟 Lambert 博士 以巧克力处死的提议已经被欧无 于20 通过 SCP-682处决试验 SCP-682组织样本测试记录 样本无意外地被消耗 处决试验记录 将SCP-743的容器运送进测试时 SCP-682已经从主动时被释放入该房间 SCP-743的容器被遥控打开 观察到SCP-743处于禁止状态 SCP-682似乎无视了SCP-743 在 分钟后 SCP-743开始涌出议题 SCP-682在7秒内得知 SCP-682小心翼翼地接近SCP-743 并品尝其流出的议题 SCP-682开始舔时从SCP-743流出的议题 在 秒后 SCP-682用前置装住SCP-743 把议题直接往嘴中倒 SCP-682喝了 分钟 不时在背上 SCP-743停止流出议题 并开始进食 SCP-682尝试驱赶乙群 但很快就被其覆盖满了 乙群开始进食以停止移动的SCP-682 分钟后 在SCP-682的质量下降至原本的49%后 SCP-682张开他的嘴并伸出舌头 SCP-682的舌头变得有粘性 并且长达5公尺 类似于吃一臭的舌头 SCP-682开始用舌头舔时在他身上的蚂蚁 每次能舔时上千只 直到测试中止为止 SCP-682和SCP-743互相进食了 个小时 在随后 天内 SCP-682表现出比平时更快的恢复速度 身影产生的舌头继续存在了 天 鼻记 SCP-743是SCP-682唯有机体 暂至似乎不能确切诊明 更值得让人注意的是 进食743的议体 能否许682的恢复速度加快 如果真的是这样 743和682就需要尽可能离对方远远的 Lambo博士 以上就是SCP-743 简单的说SCP-743是一个巧克力喷泉 能物中生有的喷出类似巧克力的议体 并以此引诱雄武接近 接着它能喷出以同样一体组成的昆虫 杀害这个生物 并将尸体分解 带回SCP-743内 不知道为什么 处决试验中682大喝巧克力的描述 让我觉得蛮好笑的 文章中提到的另一个SCP-SCP-2031 是一个由鬼真有蚁俗称的异常群体 当遇到超过20公斤的脊椎动物时 它们会杀害这个动物 以尸体逐巢 并且控制尸体 模仿这个动物的正常行为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助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-743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